他是一個老隊員 我感覺他是可以 他應該能夠至少調整 因為有豐富的比賽經驗 我們立刻會和大家看到 75公斤級的比賽 由中國的阮玉堡 對著泰國的坤德 崇佩帕式 這一位就是中國選手阮玉堡 而泰坊的選手 照例會在比賽開始之前 進行他們的祈禱儀式 介紹一下就是阮玉堡這一名的運動員 1977年的4月22日出生 今年是24歲 差不多25歲 是來自安徽的運動員 身高1米77 一共是參加過68場的正式比賽 很厲害 贏64場 當然是輸過4場 他的特點 剛才我們也請中國的散打王柳海龍 介紹過 他非常擅長邊腿 在我們中國武林 就有軟邊腿之稱 鏡頭看到這一位 就是了 他的腳法相當厲害 而泰坊的選手 再介紹一下就是 坤德崇佩帕式 今年22歲 體重75公斤 身高1米76 他一共有個76場的比賽經驗 其中有59場獲勝 輸了13場 有4場打和 鏡頭看到這一位 就是坤德 看看 在中泰對抗的最後一隊運動員 即將就會出場 看看軟邊腿能不能夠在客場 發揮出自己邊腿的特色 擊敗對手 手感 有這個動作呢 我感覺有犯規嫌疑 嗯 他踢中就是一個要害部位啊 對 動作經濟大部位的 對 他就是不允許向對方運動員這個部位攻擊了 對 要判出警告的 對 那麼在比賽裡面呢 就是警告的話 要不要扣五分的呢 要扣兩分的 哦 哎 我們看到確實 冤玉寶他的鞭腿的發揮還是 相當的不錯的 劉海龍 給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是戰勝了泰國的95年的97年的金腰袋獲得者 那麼這時候要是換了你上去 你會怎麼打呢 劉海龍 像 這我感覺第一個呢 這個 泰方的這個印度人呢 哎 他是跟我一個架子 對 嗯 他就是運輸在前面 嗯 但是印度人呢 他後邊腿啊 非常了解 嗯 然後我跟他打的話呢 我會用前手啊 多用前手頂住他 嗯 然後呢 還會發揮到後面的筷法 嗯 也需要利用自行的 像這個泰國運動員呢 這個這個拳法啊 方拳法還挺好 但是這個運動員的拳呢 嗯 感覺並不是說很厲害 嗯 所以呢 邊腿 對 他的後邊腿跟他的走法 西法就變得擅長 嗯 嗯 現在他是步步禁閉啊 對 身體肚子呢 包括在體型呢 嗯 都比這個各班位要強 來 天下約白應該繼續用自己的肌腺動作 嗯 來控制泰方 跟他自己的距離 對 好 那麼雙方第一回合的比賽呢 就 可以說呢 優勢都不是那麼明顯的 那麼泰方的選手呢 他的體能比較好啊 身材呢 比較健整 那麼經常呢 都步步向軟育寶進逼 不過軟育寶呢 也都利用自己邊腿的優勢呢 他肯定會受到對方的真功感 保持住自己的心態 那麼其實在 我們看到 這一名在泰國比賽的75公斤級比賽的運動員呢 他身材應該他的 呃 個頭吧 要是要比第一次 你的對手可能要 要略為強一點吧 對 看 這個他運動員要比我 跟我上了檔那個呢 嗯 肌肉類型啊 哎 還有這個 他上身的肌肉是挺強壯的 應該是 對 像他這個 打法 跟我上了檔的運動員都不一樣的 哎 但我感覺這東西 其實還是想問一個克制的問題吧 對 可能就是 雙方的一些技術特點呢 有就是 能夠要是 限制對方的發揮的話 已經 就是相當不錯了啊 要是能限制的話 如果像現在願意保呢 這技術中 用猜猜腿啊 就是出 標誌很多 出四個猜猜腿 嗯 嗯 然後控制好自己的距離 嗯 嗯 防住啊 對方的後低邊腿 嗯 還有後 對方這個 對方的攻擊 嗯 打油漏戰 嗯 有機會的話啊 可以施展他的 嗯 嗯 柳凱龍呢 跟我們介紹呢 就說 中國選手啊 遠慾寶呢 在比賽當中呢 如果能夠是 就是說 把握好時機 那麼在游動過程當中呢 都不用多 只要出四腳呢 啊 如果是中的話呢 對方都已經是 有排碳的了 那問題呢 就在比賽裡面呢 對方運動員也都會 限制你這方面的技術特點的發揮啦 我們馬上看看第二回合的比賽了喔 好 那現在願意把用拆腿 零次都得手 好的 對 必須砸他 讓他也 也 緊張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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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你們兩名運動員 在比賽當中 就是對比賽那種感覺還是比較 對呀 哎呦 這下子可能也是中了一下 那麼在實戰當中呢 我們看到願意把他的鞭腿 好像就是殺傷力 對 願意把他這樣打得危險 對呀 哎呦 這下子可能就是挺難受的 一下子啊 這個月玉保 還想起來 膝蓋激到頭了 但剛剛我們看到了對方 這名運動員 膝蓋 擊中了月玉保的頭部 哎呦 可能月玉保 教練員看到他 傷勢比較重吧 可能已經宣布退出了 因為從保護運動員這個出發點這個前提情況下看到 受到了一個比較嚴重的撞擊吧 可能裁判員也是呃可能是教練你看看 先下子 剛剛頭給摁下去了 再吃一下 也是挺難頂得住的 元宜保也是剛參加完試的表現 那因為剛才他這個吸法呢 嗯 呃 那幾個鐘的剛剛 我還沒看完 我會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 我會不會